如果照香港政府花了上千名的警力 抓那五十幾個人的理由的話 那林俊憲應該早就被抓 不要被關 你採取了很多次 對 那個理由如果抓你的話 綽綽有餘啊 現在這個樣子 就是什麼叫台獨 不是我們理解的 是共產黨定義的 他認為你台獨 你就是台獨 你是中華民國派也一樣 叫拒絕統一就是台獨 顛覆國家是什麼 是什麼定義 一樣是共產黨講 可見共產黨對自己是非常沒有信心 委員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現在剛才創下講 大家會不會擔心說他趁亂 香港基本上 他怎麼樣動手給國際出外 我大喇啦像黎智英一樣 我再把黃之鋒拿出來 腰部纏著鏈條 然後直接再給你們看一次 拜登沒有講話 因為他們現在不知道 是不是還在忙著 美國國會山莊 昨天認證完了 拜登已經確定是美國總統了 但是那個整個動亂 是不是都還沒有結束 而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所有的一些狀況 如果要是這樣 今天大家昨天看到那則新聞是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 祝天國大使會來台灣 但是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他不只來台灣 各位你知道 以前美國的官員 就算你說 陳衛生部長什麼次親來 你會看到他在公開場合 去跟你講什麼東西吧 沒有 但是這一次 昨天聽到蓬佩奧說 祝天國大使要來 今天直接講 禮拜三會公開發表演說 這是百分之二告訴老公說 對 我就是告訴你 你不要亂來是這樣嗎 我覺得這個針對性非常強 當然啊 因為蓬佩奧國務卿 他什麼時候提到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要來台灣 他是在發表譴責 中國在香港的聲明 你在香港亂來 你在香港亂搞 你傷害人權 所以我聯合國大使要去台灣 對 所以他的轉折是這樣來的 對 但是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要來台灣 我覺得不是因為香港發生這個事情 那美國突然決定 因為這種事情是必須經過事先安排 大概在去年12月 去年年底大概就決定了 這個大使要來 而且我認為也列為一個最高級 但就美國來講的話 你現在突然間香港發生 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對美國 這是一種很微妙的外交手腕 我發這個時間發表 駐聯合國大使去台灣 是因為你先亂來 也就是說你做錯了 你逼我 我不得不有所反制 他的反制就是要派人來台灣 派人來 這個外交上 這個外交上原來對等 所以你看中國的反應是什麼樣 匹配給我 但是就美國 他講說台灣會災難 會帶給台灣災難什麼什麼 但是這個 這個我們大概都聽 比較習慣了 就整個事情的經過 他不是突然 如果他要單獨出來宣布 美國駐聯大使要來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他是在譴責香港事件的時候 才一個迴旋梯 說我要派這個大使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符合 在美國的處理 這個台海兩岸事務上 你這邊加大力 你這邊加大 就是說中國有做一些 讓美國不得不提出一些反制作為 我就打台灣牌 不是各位 第一個因為來的 他的身分叫駐聯合國大使 你知道他跟你的什麼衛生部長 或什麼 畢竟不太一樣 老共那邊一定覺得說 你派一個 感覺上是要讓台灣 加入聯合國的感覺嗎 或什麼這樣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這次來從平常都是低調低調再低調 最多來 連飛機到底是哪一部飛機 或什麼 大家媒體都要拍了半天 解讀半天 這次不用好不好 我直接來以後 我就直接公開演說給你聽 這個都是一步一步 而且這一步是往前進了很大一步 這個是當然 過去的什麼衛生部長 那些等等 那些都是事務性官員 因為他各有他專責的一個業務 而且你講國際疫情 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所謂的駐聯大使 這個是標準的政治人民 當然 來談的就是政治 而且是牽扯到國際外交的事情 那這樣的身分當然特別敏感 但是美國挑這個時間點 我剛剛提過 這個就是一種外交手法 是因為你在香港抓人 你在香港製造的這些事端 你逼得我美國不得不有所 這種外交上的一個反制 那我就是派這個大使 實際上這個大使 絕對不可能是因為香港發生事情 美國在想 那我們怎麼處理 不然就派你去 這是一定是事件有排定好的 他對很多人反對這個事情 批評就是說 台灣會不會陷入 就是美國跟中國打架的一個旗幟 第二個 那這個美國即將政府交接嘛 對啊 那你他只剩下兩個禮拜 那你這時候派這個大使來 那對於後面 那個拜登政府的態度如何 一個外交上基本上是延續的 OK 所以拜登他要不斷的強調說 我要重振美國的威信 他其實是延續 那個川普的一個 講話的一個口徑方向 那什麼叫威信 其中最重要就是那個信用 那對於美國來講 他必須強調他威信的 其實不是只有台灣 你包括日本韓國 對都是 如果你背叛了其中一個國家 那麼你也可能背叛其他的人 所以大家都要看就是你美國 我如何來延續川普在亞洲的這盤局 OK 所以民主黨才會強調說 我也是要重振美國的威信 那其中對中國有一個更不好的消息 就是佩洛西繼續擔任眾議院的議長 我不會提過 佩洛西他在天開門事件的時候 他是在中國 他那時候好像是個記者 他就拉一個布條 支持那些學生 被中國抓去關 抓去打 誰知道多年以後 成為眾議院議長 他非常反對共產黨 他極度反 他極度反中 他跟川普講話是用相罵 拍桌對罵 但是他公開支持川普對中國的貿易 民主黨裡面其實也有很強 就是反中 或者是說對中國 提高警戒的這樣的一個聲音 只是因為川普做了 太有利太極端了 掩蓋了民主黨這些反中的聲音 但不管如果 其實外交是可以創下先例 而且你要轉變必須要有所交代 如果美國的部長也來過 駐聯合大使也來過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外交先例 不管那個時間點 我認為對台灣長遠來講 當然都是正面